这没啥好说的 我们这个队刚拉起来就训练了五六天 人员硬实力和配置磨合上面都不过关呀 打人家这种正规队就是打不过咋办呢 也不能说是某个人的错吧 我肯定毛直下要比赛没打过毛哥那不就是毛直下吗 没什么好去狡辩或者说给自己掰扯有的没的东西的吧 解散我不知道反正很累我不知道解不解散 去不去秘密我也不知道让我先歇几天 我现在只想看高祖把插击破罗森送回家好吧 让他也在家里待着我就安心了 只能说插击这一招首先让我们没有了战斗力 然后他妈的主要他知道他换下的人我们用不了好像 本来这这次说实话我对我们班底的预期也不是进这个预选 感觉就确实硬实力是不够的 但我只想他妈的把这个叛徒关在国内 但实力不济没办法 先看高祖把破罗森关在家也算替我们走任叛徒 然后后面就给陈俊加油 哎不用不用把我们震烂的我们硬实力只能到这了 也还不如夸我一下我为那个我作为周经理我还帮杨沈怡报仇了呢 起码我帮老鬼报仇了 查周经只关心大盘这个仇报报无所谓的这样的吧 哎 算我送他的好吧 这是基金经理最后的最后的波问了 反正我觉得我们先成立一个CS构分部先训练吧 到时候早就会跟老鬼训练一下 Dota2感觉就算了好吧 Dota2真心没办法 Dota2打不过 我一会儿已经把人喊齐了 把亚库特和我以前的兄弟尘埃神Beyond 还有以前那个芒果喊过来 我们组成亚库特BrotherCS构分部 然后跟那个老鬼训练 Dota2就算了好吧 打CS构去了 后面找机会让我们的那个领队杰哥去约老鬼CS构训练 Dota2应该是暂时练不了了 给陈俊发一下 牛逼牛逼 爽 陈俊跟我说抽象只能说 什么意思啊 我他妈跟他说牛逼牛逼他跟我说抽象 这不打个4YB吗 不用为了我呀 为了我有啥意思 那他妈的叛徒被判的是四个人啊 啊不对五个人 我们还有一个他妈的裤头 哎叛徒回家了舒服舒服 就跟我们一起待在家里吧 哎张成俊的那个BGM是什么 青鸟是吧 哎庆祝一下给张俊放一下 给个免费的点赞和关注吧 咱们 点赞和学一杯